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然就是半天开不了头 要不然就是半天截不了尾 写文章对于我来讲 开始就像挤压膏一样 挤半天 确认怎么也写不出来 好不容易写出来又半天截不了尾 怎么写都写不完 一着急就夹然而止了 特别突然 其实好的文章 开始和结尾就像两个点睛之笔 在文字量特别多的今天 文章的整体内容 可能读者会快速找过去 但开头和结尾呢 是两个读者看的最多的地方 也是呢 决定这个文章到底好不好 是否有被升华 是否会被大量转发的关键地带 所谓的金句啊 升华啊 引人深思的部分啊 其实啊 都是在开头和结尾的地方体现出来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有效的 开头和结尾的方法 都是成干货 能让你立竿见影 首先呢 第一种方法呢 叫做陈述事实加提出问题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文章来源于看到了某件事情 或者某个人 因此呢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呀 一定要简单的陈述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呢 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用以呢 来过渡到我们想要谈的这个话题 比如说呢 在看富二代 曲萧萧如何拼命赚钱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穷了吗 这篇文章当中呢 开头 我是这么写的 人们都爱讨论 荒落松里的安迪和曲萧萧 我偏偏看中那个不学无数 没文化的曲萧萧 在我看来 曲萧萧才是这个距离拎的最亲 活得最明白的那个人 她知道自己的短处是没文化 也善于用自己的长处呢 来打天下 她会激紧的对付老爹 和同父异母的哥哥 她也有办法 让赵医生对她爱不失神 在所有人看来呢 她因为有钱能得到所有 但她所继承的呢 不仅是爸妈的钱财 更重要的是打拼的精神和思想 以及思维方式 让她能够成为一个 会赚钱的富二代 为什么这个地方 前面要简单介绍一下呢 因为像这种热点的话题 或者内容 并不是所有人都看过 就像荒落松这个电视剧 虽然它很火 但是并不一定呢 所有的人都看过 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看完了 也不一定所有的人 看完之后呢 都能够get到你的这个意思 能够喜欢 或者是能够分得清里面的人物 因为每个人对电视剧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理解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喜好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读者有那么几个 他可能就不喜欢这个电视剧 或者根本就没有看过 没有看完 他可能就理解不了 或者说不太愿意去读你这篇文章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呢 一个是便于理解 再一个呢 能够梳理好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 开头的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在后半部分也就是说 在所有人看完这段话当中呢 我们来直接起下 我们来告诉读者 这篇文章我们想讲的 并不是曲潇潇的胡搅蛮缠 还是有钱 而是我们想讲的呢 是曲潇潇 她所从她的富豪爸妈那边 继承来的打拼的思想 精神和思维方式 所以这篇文章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 曲潇潇的会赚钱的这种思维方式 是什么 所以一个好的开头呢 它不仅能够总结成上 还能够对内的起下 这样呢这个文章的开头 是一个非常明朗的一个开头 第二个方法呢 就叫做用提问开头 单刀直入的提出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呢 可以拐个弯 但不需要它直接提出来 因为直接提啊 有的时候会想特别傻 或者是特别直 我们可以转用第三人的口吻 比如说朋友问我 blablabla 有人问我 blablabla 昨天闺蜜问了我一个问题 blablabla等等等等 我来举一个例子啊 每篇文章啊 之前叫做藏在你身边的 九条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赚钱秘籍 你也能够成为有钱人 很多人问我 新姐 现在讲究知识变现 但我呢 就是普通的上班族 不像那些能讲课的人有才华 现在现学现卖呢 也来不及了 有没有一些普通人 日常能做到的赚钱秘籍呢 作为普通人 新姐 也想知道秘籍 因此呢 我走访了身边一些 我认为有钱的同事朋友 结合自己的一点点经验 为大家奉上今天的内容 个人认为 这些秘籍里呢 更多的是一种心态 而不仅仅是技术 今天总结出来 分享给大家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越来越有钱 其实这个呀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 提出来 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想知道 有没有一些普通人 日常能够做到的赚钱秘籍 那么下一段呢 其实是上一段呢 一个稍微的解释 和乘上起下 这么一个段落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 乘上起下 能够解释一下 哎 我今天想讲的是什么 用以呢 对下面的内容 进行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其实这样的开头呢 虽然简单粗暴 但是呢 如果用第三人的口吻 来提出的话呢 显得不直 也不傻 而且比较的委婉 让人也容易接受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设置悬念 引发好奇 《华尔街日报》 是如何讲故事 这本书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抛开这些吸引人的因素不谈 在我看到的优秀的岛屿中 许多都含有一个共同特质 就是神秘 第一段 先抛给读者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迫使他到后面段落当中 去寻找答案 这有点像我们看电视剧 每一集的末尾 总会留下一个悬念 让你啊 欲罢不能想知道 下一集的内容 那下一集的最后呢 又留出一个悬念 所以啊 这种悬念引发内容啊 其实是非常让人好奇的 其实在开头啊 也是可以用这种的方法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之前写过一个文章 题目叫做 12年前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 三块钱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第一段怎么写呢 第一段就一句话 我的人生转折点 是从大一开始的 诶 别人看 诶 怎么到大一开始呢 这个转折是怎么转折的呢 那第二段开始 大一那年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 我在学校地摊 买了一本新东方学员 买课就送了内部期刊 三块钱 这是一本典型的鸡汤书 那本书里的每一个人 应该是新东方里的老师和学生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 走向了全世界 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故事 他其实就是讲说 诶 我有一个转折点 第二段讲的是 诶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就想 诶 这本书三块钱 是什么书呢 怎么改变它的命运呢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呢 这样呢 就让大家层层的往下开始读了 这就是个典型的呢 用一个故事 来抛出了一个悬念 设置了一个悬念 引发大家的一个好奇 每一段呢 都给下一段 留下一点点 小小的悬念 第四种方法 叫做 用对话开始 单刀直入 引出故事 其实对话呀 可以成为一种开头 不一定说 一定要先用陈数据来进行开头 很多的时候 开头如果用对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 容易理解 甚至呢 非常生动 明晰 一目了然 比如说呀 在这个文章 经济不好 全民财源 他凭什么被很多公司争抢 还破格生殖加薪 仿佛人生开了怪 这篇文章 我就用对话来开头 小A在微信上狂炸我 为了跟我说一句 嘿 有个公司出年薪 一百三十万挖我 你说我去不去 我觉得他是在显摆 但我不得不承认 前几年还跟所有人一样 沉默在办公室 格子间里的小A 这两年成了 炙手可热的职场红人 公司几千人 那么多业务 都在充强小A 每天的时间 即使下班后 电话都不停歇 经济状况不好的今天 不仅天天升职 而且加薪幅度都不小 伸出橄榄枝在向他招手 首先呢 我们用一个对话来开始 就说 哎呦 年薪一百三十万 这在普通的职场当中 已经非常高 咱们除去高管的一个层 还有或者CEO什么这些 在普通的从入职 一直到比较高的这个 层次来讲 一百三十万已经挺多的了 那么就是一个悬念 那么第二个悬念 就是讲他 为什么这个小A 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还能那么优秀 那么出色 别人都不行 凭什么他就特别行 还有那么多橄榄枝 在向他招手呢 我们用这种对话 开始了一层一层一层的 给他接出他们的谜底 这样的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 也是套上上面的一个 简单的方法 虽然我们对话开头 但是我们每一段呢 都在设置悬念 不断的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第五种方法 叫做一目了然的 百出利益点 什么叫利益点呢 就是开头的时候 一目了然的告诉你 你读完我这篇文章 你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一目了然的告诉你 比如说读完这篇文章 能挣到二十万 读完我这篇文章 你就能学到的经验 能够堪比别人 学到上班十年 这都是利益点 就算一目了然 开头就摆出来 说你看完我这个文章 能够获得什么 告诉别人 我这是一个纯干货 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在一篇文章 在做 你怎么过一天 就怎么过一生 毕业十年 得到的十六句 啪啪大脸的话 算起来从大三时期开始到今天 我已经进入至少十年了 虽然自己不够出类拔萃 但周围总会有那些三五年当总监 十年当上董事总经理的人 仔细偷偷的看他们的日常 不得不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是每一天拉开一点点 虽然这句话没有说的很明白 但是呢 我们在文章当中呢 已经你能够看懂 我这篇文章大概要写什么了 就是要写那些三五年当上总监 十年当上总经理的人 他们是如何跟自己一点点拉开差距的 这个呢 从开头我就摆出这么一个利点 告诉你 你读完我这篇文章 就会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样 像做了火箭一样 在指掌上飞速穿升的 第二种方法叫做反常的描写 引起好奇 什么叫反常的描写 就是跟我们以往的认知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相反的 乍一看跟骗人似的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事实 用这种方法来引起别人的好奇心 也能够增加你的这个文章的生动感和意想不到的感觉 比如说啊 自从我再来了一个又潮又美又能干的月嫂 我整个人的三观都刷新了好几遍 月嫂啊 在我剖腹产第二天踩着高跟鞋 披着过腰的长发穿着一身凋零着箱子就来到了医院 那正是卡卡卡卡 惊呆了医院一路人 月嫂今年四十六岁 儿子都上大三了 长得跟三十似的 行李箱里的面膜比我的库存还多 半夜跟我讨论他包里的玻尿酸和水光针 各种护肤品 卫生间镜子面前摆了一长牌 因为老二是抛肤产 产后我第二天才站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个脸 第三天我是想洗头 于是月嫂帮我在淋浴间洗头吹头 然后丢给我一片面膜说 来这几天多敷敷面膜 后天就要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还亲手给我化了个妆 这样的月嫂啊 恐怕没有什么人见过 但是呢 她就是我自己的月嫂 其实我一开始想想我的月嫂的时候啊 有很多种开头的方法 比如说可歌可泣情 就讲讲她自己多么伟大呀 多么爱我的小孩呀 多么勤劳朴实呀 干活多么利索啊 这些呢都是一个好的开头 也都是好角度 但是什么样的角度能够引起 人们更多的好奇和认知呢 就是反常的描述 因为我的月嫂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 反常 她跟别的月嫂不一样 她爱美 她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她的包里有很多的面膜等等 她做饭呀 或照顾小孩 这些东西可能跟正常的月嫂 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此呢 如果你从这角度上面来写呢 几乎呢 没有什么稀缺性 顶得别人看 看就是大多就是感动一下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从它最为稀缺反常的这些角度来入手呢 那么你这个文章呢 立刻就能够抓取别人的眼球 事实上呢 这个文章当时应该好像也是大几万的这个阅读量 也很多的人看完这篇文章 不仅被这个月嫂的反常的这个表现 所震惊 更重要的呢 对她对照顾孩子 对月嫂这种工作的热爱 以及文章当中表现出来的月嫂 跟其他月嫂非常不一样的 带给我不同的震撼 和这种思想上的这种洗礼 和刷三观这些点 都非常的感动 光打赏打赏了好几千 后来我都给了这个月嫂 作为我们这些读者对她的一个褒奖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不仅仅当时传遍了我的朋友圈 我读者的朋友圈 还有很多以前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传播之广 让我始料未及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开头 这是我第一次用一个反常的表现 和描述来进行开头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开头呢 不仅仅能够抓住人的眼球 更重要的是呢 能够吸引读者进来 去更加认真的去读 你的这个所描述的人 或者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个方法呢 其实用起来非常好用 但是前提呢 是你能够抓住那些所反常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来进行开头 所以说呢 一个好的开头啊 不光是呢 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进来 更重要的是呢 能够设置层层的悬念 让别人呢 看到开头 就特别想往下看 而不是说看到开头 我就开到了结尾 或者看到开头 我就大概知道这篇文章讲什么 或者看到一开头 开头怎么这么长 开了三段还没开完 这样呢 就会失去了开头的这个作用 让别人觉得呢 你这个头啊 开的不好 这篇文章呀 我也也根本不想看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讲讲结尾 一个好的结尾啊 不仅能够体现全文的金句和观点 更重要的呢 是把全文带入一个新的高度 起到呢 升华的作用 让读者呢 对内容和金句 回味无穷 我的每本书啊 基本上都有金句 那么一个小册子 但这些金句啊 基本上啊 都是从结尾部分呢 摘取来的 下面呢 我就来讲 我通常喜欢用的 四个结尾的方法 第一点呢 就是金句升华 总结全文 什么叫金句升华 就是说在结尾呀 你总要把文章拔高一个点 那么这个拔高呢 用什么来拔高 用金句来拔高 什么叫金句呢 就是你在原来这个文章 所描述的故事 或者场景 或者细节的基础上呢 总结提炼出来 一些能够让人觉得朗朗上口 或者说能凝缔在心的好句子 什么好句子呢 就是能够记在心里 而且干脆立刻这些 读起来就觉得 哎呀 还会有高度 特别高级的感觉的这种句子 而不是一种烙家常的话 比如说啊 有篇文章叫做 焰火下的孤独 是每一个梦想 必须经过的地方 我们看的题目就大概知道 前面讲了一些 奋斗的故事 那么我们在最后结尾 怎么结论呢 每当孤灯夜下 一个人跑的时候 表面上看 似乎只有你一个人 在孤独的奔跑 但是 在你的灵魂深处 你应该感觉到 这世上有许多牛人 和你一起奔跑 这时候的你 感觉不再孤单 而是和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各自的理想一起奋勇拼搏 这世上没有谁 天生就该帮我们 信我们 但如果我们的梦 需要亲朋好友 在旁边使劲拍巴掌 才可以实现的话 那么多半 不会再为梦想而战 只是为了虚弱 自己有一个梦想 别人有闲言碎语怎么办 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 每天早晨 闹钟响起的时候 是起先于悦 还是翻身盖背 才是证明自己最好的答案 焰火下的孤独 是每一个梦想 必须进步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一样 在另一条文章 叫做护工老刘说 我才54岁 我不能让儿女养着我 这本文章主要是讲了 我先生在住院期间 我们给他请了一个护工 因为我们待了五天 护工跟我们相处了五天 我们也知道他的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 听他会讲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了 一些事情 我写了一些 跟他之间的故事 和他得给我们讲的一些故事 所以最终我总结了这么一段话 叫做 很久以来 我都觉得成功 就是赚了多少钱 考察了怎样的社会地位 住多大的房子 买多贵的衣服 他又有的时候觉得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自己只是尊敬 其中的一部分人 但却找不到分割的标准 那是老刘之后 我才明白 我真正尊敬的是专业 勤奋 品格高的人 这样的人 其实无论有多少钱 住什么样的房子 穿什么衣服 都能够赚得我们心中那份尊敬 和念念 独望 因为老刘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工 做护工非常辛苦 钱也不多 而且老刘 他的儿女都在北京 生活对也都不错 老刘做护工 并不是为了赚钱 他只是希望证明自己 还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他不希望 在自己54岁的时候 就靠着自己的儿女 所以他做这份工作 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专业 很多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专业的精神 和专业的表现 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所达不到的 是我们的一个表率 真的能够让我们觉得特别尊敬 而且走了以后呢 都对他念念不忘 第二个方法就是再次强调全文的观点 什么叫再次强调呢 就是说我们前面可能在不断的强调了我们这个文章的观点 我们最后呢 进行一个总结 升华 再次强调 达到一个文章的主题的一个高度 比如说呢 在文章 人世间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而每次分开 可能今生再一步相见 最后一段呢 我们当中写到 每一发生的事 永远都是无常 你不能设定 只能计划 好好爱身边的人 别再对壁刀刀说教 不停的父母喊停 别再跟身边爱你的那个他 因为小事而吵架 人世间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而每一次分开 都有可能今生再也不相见 还有一个文章呢 叫做别为家庭主妇的人生价值操心了 人家好着呢 这篇文章呢 我们在最后呢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有的人天生喜欢家庭 有的人天生喜欢在社会里奋斗和拼搏 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也没有什么价值之分 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赚钱 或者赚多少钱才够有价值 世界这么大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心态 无论做什么 都是值得称赞的 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 每个成年人的选择 都有不同的原因和幸福方式 多操心操心自己 把握好自己的人生价值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把整个文章 可能我们分了几个大段 每个大段都表达了一个简短的意思 但是我们最终要把所有大段的意思总结出来 形成一个总结全文的这么一个段落 来拔高和升华 来再次强调我们的中心思想和主题 结尾方法三呢叫做 升级出一个新的问题 引出大家的讨论 这个呢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就直接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还是我们之前反复的那篇文章 叫这届高考状元 真是颜值高 很会玩家里好 自己又很厉害 教育就是拼爹妈太对了 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怎么样呢 现在原生家庭的概念很流行 很多人吐槽自己的原生家庭 对自己有多坏的影响 导致了自己现在的失败 但是现在自己也要当父母 成为别人的原生家庭了 虽然不一定也要让孩子当状元 但给自己孩子塑造一个 怎样的原生家庭 又将怎样影响他的一生 我们都想好了吗 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在前面的每一个大段里 所有的金句啊 拔高都已经写完了 你最后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往高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抛出一个新的问题 来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 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文章呢 把这个主题或者说一个问题 能够转一个角度 我们讲了别人讲那么多 讲别人的好 讲别人的不好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呢 对于你呢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 掏给我们的读者 邀请大家一起来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四个方法叫做 扪心自问 引起自身的思考 就是说 哎 我自己思考我自己的 但是呢 我在思考的同时呢 我希望的你呢 来跟我一起来进行思考 比如说啊 在看了日本女人卖房的故事 才知道自己的努力 为什么没有用 这篇文章当中的结尾 我们是怎么接的呢 其实我们未尝不知道 自己的问题呢 只不过是偷懒罢了 反正就是一份工作 能交代老板和客户就好了 何必要思考那么多呢 有什么事都丢给客户和老板决定 自己呢 就是个转话筒 反正领一样的薪水 差不多就行了呗 日子久了 大部分人失去了思考能力 每天呢 像个机器人一样 早出晚归 上班吃饭 下班睡觉 会觉得自己的日子百无聊赖 抱怨起无趣的工作 造成了自己木偶般的人生 以为自己很努力 但总看不到效果 可谁说这样的人生 不是你自己造成了呢 那些你看上去聪明 能干 激紧又真诚的人 哪一个不是思考和走心 一起努力 才换来的呢 这样的一个结尾呢 其实呢 它并不是要说叫谁 也不是要把这个问题 抛给别人 而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话 我呢 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道理 通过这个电视剧呢 来进行这么一大段的 自我的思考 我的思考同时呢 希望呢 你能够看到这个文章之后 跟我一样 去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 努力了半天 却总是没有用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典型的 一些结尾的 一个基本的方法 想了是十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来整体的说 四个开头结尾的误区 第一个呢 就是切记开头 去总结了全文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 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再看了 第二种呢 就是切记啰嗦 很多初学者啊 特别容易犯这样错误 就怕别人理解不了 说话啰嗦到极致了 半天开不了头 开头半天进入不了正题 结尾半天结不了 过长的开头和结尾啊 会把整个文章 拖到一团麻当中 非常的不利索 而且呀 这种啰嗦呀 会让人觉得看的文章啊 就像一个 湿答答的一个抹布一样 永远都不利索 永远都失落的 感觉非常的不清爽 所以在平时自己说话当中啊 其实这个语言啊 跟SWIS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有这种说话 特别啰嗦的毛病 平时在自己的思维 或日常聊天当中啊 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平时日常的跟别人聊天啊 表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要尽可能的简短 利索 如果你平时就是聊起来 就没完没了 半天停不下来 半天进入不了正题 给别人讲个故事 半天开头背景介绍不完 那么你要注意了 你要从现在开始 要学会简化你的语言 简化你的思维方式 第三点就是家长而止 一个文章啊 四处至少要求一千五百次 一千字呢 也要勉强 但前提啊 就是你要说清楚 在文末啊 很多人不会写就啪结尾了 不管啊 扔那了 就给人读的感觉 哎我读得好好的 就好像感觉被捡了个尾巴一样 第四点 像聊天一样 没有经济和生活 我前两天啊 看车群当了同学们的 有一些的文章啊 全编下来啊 基本上就是闲聊天 动一下 吸一下 这样写啊 不是不行 但这个啊 是闲日记的方法 结尾啊 要有一个好的总结 比如说总结一下 这几个文章 就是说你写的这几个故事 动一下 吸一下 这些嘘嘞嘞嘞嘞嘞的故事啊 你都想说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你不给我写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光看起来挺乱的 其实啊 你写的什么我知道 但是我也没理解 你写这些故事 它总该有一个 升华的东西吧 总该有一个 我为什么要看这些故事呢 我不是想看 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都出现了一些 什么样的离奇的故事 我可能并不关心这些事情 我关心的是 这些事情能够 总结出一份的高度 可以告诉我说 哎 你通过这些事情 想告诉我一个 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或者说有一个 什么样共性的一个道理 你想要告诉我的 所以啊 如果没有升华 和总结啊 整个文章啊 就像一个闲聊条一样 特别的散 所以关于开头和结尾啊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甚至于题材和内容的 开头结尾 方法都会有很多 但是在多样化之前呢 希望大家能够 先掌握一些基础的方法 之后呢 我们在不断的阅读当中呢 再去掌握更多的 花样的方法 让我自己的文章呢 能够更加生动 灵活 鲜活 有吸引力 今天作业啊 并不难 找几个你喜欢的文章 分析一下 他们的开头和结尾 并且尝试呢 将这些方法 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 每个人写一篇文章 题材内容不限 但是呢 要用上我们讲的 开头结尾的方法 特别是呢 在结尾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 有生怀 如果呢 有金句呢 就更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全部的内容 希望大家呢 能够回家 多加练习 将所有的理论的知识 能够运用到 实际当中去 我不需要大家 在写作课之后 写什么读书笔记也好 还是多么好的 多么整齐 多么漂亮的 读书的 或者上课的 心得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把这些理论 用到实习当中 哪怕你只用一个 都是你 花钱来上 这节课的 一个最大的收获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